各位标准们好 我之前也介绍过 Timex 的牌子 尤其是 Timex Marlin 非常有复古味道 即是五、六十年代的设计 标准又比较小 尤其是这一款 这款是手上的版本 我之前也介绍过的 但这三款 你会看到小时刻度的设计非常特别 34mm 标准 厚度的胸镜是10mm 标准是 Timex 和 Mechanical 手上链 你会看到它是 12、369 那些数字非常特别 而且字体也很特别 比较少见 例如 12 字的 Z 英文字母 很棒 一看,最初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原来有个数字在里面 亦是金色 配合金色的指针 以及标准也是金色 哇,又加分了 这一款标准是 30 米防水 手上链的机身 它的机身应该是海鸥的机身 对,海鸥 看看标准 指针也有夜光 戴上7吋的手腕 哇,配合西装 真的像五、六十年代回来 很棒 其实如果大家不喜欢手上链 其实它有自动版本 其实颜色就更加鲜艳 更加funky 刚才那款就比较低调 你看到这款绿色表面 差不多是 40mm 标径 厚度是 14mm 因为比较大 以及有一个拱器的胶镜 40mm 标径 无疑是更加迎合现代表的潮流 虽然现在是轻小标径 但34mm 始终比较小 不过其实它 12-369 也有很特别的 Apply indices 以及有很棒的数字 我觉得这三个最吸引到我 就是12-369 的数字 外面比较少见 以及这款设计 这款錶不是用海铐机芯 而是用Mioter的机芯 等一下也可以给大家看看 亦都配合一条很漂亮的皮带 这条錶带也大有来头 其实是Red Wing 即是做鞋做Boot的牌子所做的 所以一定有保证 以及有快刷 更加方便 所以其实这款錶真的不错 以及价钱当然便宜 这款錶比刚才那款比较好 50米防水 可以看到这款机芯 又是透视 写着Mioter Calibur 21 石 当然打磨就一般 如果大家玩高级瑞士表 可能就觉得比较基本 但价钱差这么多倍 这个这么划算 这次除了指针之外 还有小时刻到尾的点 亦有夜光 但是我7吋的手腕 40mm 看起来比较Modern 刚才那款真的比较小 34mm 不是每个人都能收到的 亦有蓝色的版本 绿色蓝色 这些颜色本身 已经比较潮流的感觉 我觉得 刚才那款真的比较复古 比较更加复古 看看大家喜欢哪一种感觉 皮带呢 原来蓝色比较这个 皮带比较浅色 亦有点不同 现在的标一致排开 中间那款是手上链 另外两款是自动的 自动的 价格是手上链最便宜的 2,000多元定价 另外两款是2,600多元 说完定价 说真的 本身的定价 我觉得也不算贵 2,000多元 又手上链 又有机械标 和TIMAX 都是一个很大 很出名的美国手标牌子 如果大家记得我之前 在西国中心的时轮方 介绍过TIMAX手标 尤其是父亲节献礼 都知道价格非常划算 其实这些标截实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非常吸引 中间那款手上链 是1,380元港元 这么大 另外两款是1,580元港元 真的没什么借口 1,000多元 手上链也可以 机械自动也可以 没理由买1,000多元DW吧 我觉得 就算是刚刚开始草标的朋友 或者本身有很多标 想买一只比较怀旧 复古的手标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考虑这些标 不同页面也有 不同机心也有 想怎样 1,000多元 大家有兴趣 就像我刚才所说 可以去到士伦坊 我看过这个频道 就可以享有上述 这么棒的优惠 希望大家也继续支持不同的牌子 例如Timex 支持地区小店 以及我拍影片 未订阅 麻烦大家订阅 Like和留言 对我来说 都是很大的推动力来的 我会继续努力 找多些 得意的手标 性价比高的手标 以及隐世的标准 跟大家聊 希望大家喜欢我 今天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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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